最后一个LAP LAP 5 讲TAMER 我们会用GENAL PURPOSE的TAMER 和SYSTEM TAKE 会关心下一个 Interrupt Candle 或者SERWTIN的Overhead 最后我们就会用PWM 去链一颗LED 三个颜色的LED 看完Menu才做 这块版本是Version 1版 会用的脚 PC678 最重要是要知道关片在哪 如果这块版本是Version 3 关片就是这个 这里是第一页DATASHEAD 它说有11个TAMER 有GENAL PURPOSE TAMER 4个 我们会用SYSTEM TAKE 它是一个24bit TAMER 其他就是一个ADVANCE TAMER 有WATCH DOT 和BASIC TAMER 我们只用GENAL PURPOSE TAMER 和SYSTEM TAMER 你能够认识 总之它会 count 一些东西 比如说我个Counter 1分的SYL 我count到100个 即是1秒钟 如果我count它1秒的SYL 可以count到60个 即是1分钟 这个时候就像一个TAMER 或者HOUR GUEST 也可以问一下 它现在几点 因为如果你知道最初的时候是几点 那你现在知道100万个Pulse 之后就是几点 你可以问他几点 如果你真的只想问几点 其实就会有另一个Timer叫 View Time Clock 那个真的用来做日历的 直接可以问他年月日时分秒 他就专做那些东西的 如果你用Counter来Count一些不是 periodic的Signal 这时候他真的有一个Counter 就是你想知道Counter了多少次 所以你说Counter还是Timer 看你怎样用 通常Timer或者Counter 会加上Enter 才能够得到最好的Spawn 如果你Counter一些很慢的Signal 其实就不需要Counter 因为这些Counter是Hardware 一只CPU里面只有几个 相对来说是一些很贵的东西 如果你想计算一些很慢的Signal 譬如说我想计算一下乘地铁 有多少人入门 其实你入门的时候 每个人可能要用几秒钟时间 这个时候不应该用Counter 应该用什么方法呢 就这样用Polling 最简单Net1用Polling 放到Variable 你想快一点点 就用Interrupt 然后放到Variable Interrupt 应该是要Share Interrupt 不要一条片 一个Interrupt 那么浪费 因为那些问题太慢了 但如果你可以快一点 像我们LAP LAP LAP 4 这样 我们Counter 11个Polls 那你只用Interrupt 都可以 因为你想知道 数字 但如果你想Counter 很快很快 其实 真的要用Hardware 11个Polls 有11个Interrupt 那你就要考虑一下 Overhead Counter 就会只是在Overflow 出现Interrupt 所以 可以Counter很快 有几快呢 就看 譬如 我现在CPU有72MB 其实它真的可以Counter 72MB 那你自己 有时候要考虑一下 Overhead 如果有些很Time critical的事情 尤其是做Communication 因为很容易遇到一些Time critical的事情 好 那 Timer 2个Advanced Timer Timer 1和8 Tim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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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 pasar 在這支CPU來說,Q-time clock是不計算的 Q-time clock是用來做 calendar 就是問年月日時跟秒 Xperia 5-5.1-5.5 一定要做因為明白那個 Timer 5.6和7其實是想做 PWM 試一下做 PWM PWM 以前不是那麼多人用 因為只是做 Modulation 今時今日就很熱 因為是做 Power Control 例如你的電車 你控制DC Motor 就用 PWM 今時今日就很普遍 很熱的 topic 你可以用來控制燈 就能出現不同的顏色 我們會玩這個 其實 Timer 為何覺得很重要呢 今時今日有IoT device 很多時上一粒電池 可以逛一年 為何一個電池 一粒電池 可以逛一年 第一件事 你選擇一個很小 Power的CPU 但這個也是有限的 小也有限 另外一個就是 需要CPU 懂得走入 Sleep Mode 當懂得走入 Sleep Mode 通常會用 Time 加上 Intel 的功能 去做事 因為CPU 普通通 operate 如果做 communication 100mAh 很普通 例如玩 Bluetooth 玩 Wi-Fi 100mAh 儘量關掉不使用的東西 RF 不發射 就不要開啟 只能夠按到 10-8mAh 然後 如果你的CPU 有 Sleep Mode 進入 Sleep Mode 睡覺 入了 Sleep Mode 可能只有10mAh 當然入了 Sleep Mode CPU 不會做事 就是睡覺 這個時候 會做什麼呢? 會保持一個 Time 還有 走在最低頻率 這個時候 就最慳電 這個時候 會調校鬧鐘 當鬧鐘響 就會醒 醒便做事 所以 其實只是 大部時間是睡覺的 少少時間是做事的 所以 可以走到一個電 Embedded System 也就是 它一定是沒有 OS 不應該有 OS 因為如果有 OS 你睡醒這段時間 如果做很多事情 是關於 OS 你看100mm 的時候 走很多時候 你就會 做不到省電的效果 所以應該是 Embedded System 是沒有 OS 最簡單 最省電 好了 General Purpose 就是 Timer Timer 通常分開兩部分 一個很普遍的 就是講 Timer 另一個 Output 就是 Channel 因為這個IC 一個Timer 可以 drive到四個 Channel 以前 就是一個IC 一個Timer 只有一個Channel 現在 因為Timer很貴 可以做四件事 都是用一個Timer 5.1 我們會設定 Timer 3 用Auto Reload 功能 加上 Interlap 控制LED 就是這樣 有Interlap 簡單 就是搞搞搞搞搞 Timer Timer 設定 就是要設定 Input Source Trigger Condition Pscale 按低 Scale 設定 Reload Value 使用Auto Reload 等Counter自己 Counter 當overflow 的時候 就會發生了 Interlap 這個就是 給你的Init File 其實 講這麼久 就講 這部分 是Scaler 設定 Reload Counter 之後 就會發生了 Interlap Timer 就在 Lap 2 Code 3 在這個位置 所以 我們會用72Mb 回頭 就要設定 System Code 因為72Mb 有關這個部分 就要看 Lap 2 現在這個 Program 就很特別 其實 Ming program 就做了一堆 Init 叫了Init 功能 搞了Lap Counter 3 裡面有用Interlap 然後 Interlap 就只是做了很少的事 就是把LED Toggle On Off On Off 這麼簡單 這個Program 最特別的地方 其實是這裏 你見不見到 是什麼都沒有做 Well 1 裡面是什麼都沒有的 這個就是 回來這裡說 其實整個Program裡面 是什麼都沒有做 什麼都放在 Handler裡面 所以 如果你有OS 哪有可能做到 這裏 有了OS 根本 Embaned System 就不能夠做到 好省電 這些是 好的 設計 就是什麼都不用做 最省電的方法 就是什麼都不做 OK 所有東西 就留給Handler 做 只要做的事情 做完就睡覺 在這裏 就是 接著叫它睡覺 好 Xperia 5.2 你自己搞 Timer 4 Auto Reload Function 用Interrupt 搞另一個LED 結果 你就會有 5.1 給你的 Timer 3 搞一顆LED 5.2 搞另一個LED 兩個Timer 搞兩顆LED 各自工作 互不干擾 OK 下一部分 我們想知道 Overhead 因為 我經常說 做一些Quart Time Critical 你一定要想 Overhead 是不是一樣 是一個問題 記住 Interrupt Handler 有這麼簡單 都這麼簡單 OK 把不重要的東西 拿走了 不要放在Handler Handler裡面 只做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待會我示範 什麼是最重要的東西 好 那 5.3 其實我們想量一下 使用Register With Modify Right 和Direct 這個Program 近次的Program 就是5點 Lad 1 就給了你 我們講 BRR BSSR 又會講 Excusive All And Equal And Equal 和Or Equal 當你玩這段Program 如果用Ossescope 不過你今年沒有機會 使用Ossescope 就看不到 就真的有信 第一部份 是很快的 第二 第三部份 是很慢的 OK 慢 1萬3倍 如果你要量度 就要把Ossescope 設定到10nsec 做一個Unit 我們CPU是72MB 所以一個Machine Cycle 約13.8nsec 你設定到10nsec 就開始看到 但就不太準 因為這個RESOLUTION 的問題 OK 你比較一下 其實就是這樣 三部份 這裏 想告訴你 你看到這裏闊 這裏窄 這裏窄 其實是不對的 因為是跟這個問題 有關係的 其實是被拘捕了 你要量度一個Pulse 這個是Basic Electronics 來的 你量度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 這個距離是怎麼算呢 就是這裏的50% 這個距離 也就是這裏 一半的距離 是50%的高度 那裏來量度 OK 所以你看到這個長 這個短 其實事實不是 其實是一樣的 因為那個Machine 這個問題 好了 所以也想說 在C program 你用sysb odd and equal 這些 其實 C program 你會看到寫出來的東西 不同 不是真的 其實你要看 是不是真的 就應該看 他那個 compile出來的Machine Code 才是真的 如果你想看Machine Code 那在Lap 0 我示範了 有個 simulation function 你可以看那裏 但是我們發現了 不調整 simulation 就是因為發現了 那個 那個 simulation 就是 跟真實的 hardware 有出入 也都解釋不到 所以我們就決定 不調整 simulation 那裏 也都想告訴你 就是 simulation 永遠都是用來做 reference Hardware 是真的 所以我們這塊板 是真的 會發生的事 也是真的 那 simulation 順利一下就算了 好 5.3 其實我們想量度 這個時間 沒有scope 就沒有機會做到 那 Waren 就會告訴你 如何skip 你拍他 我們想知道 他走入Savoutine 和Savoutine 出來 究竟用多少時間 那 這個5.4 為什麼 overhead 很重要呢 就是 你走出來的 overhead 很重要呢 你寫Poken 其實習慣了 一個重複的段落 就會變成了Savoutine 就是call function 是有call 不是有call 沒有問題 但是你想想 如果你call function 這裡call一百次 在loop裡面call一百次 這裡又在loop裡面call一百次 OK 那會發生什麼事呢 其實呢 跳出跳入的時間 可能有一萬次 十萬次 或者一百萬次 那這個時候 你想想 在整個program裡面 其實 這個 overhead 就會是一個問題 尤其是 你如果做一些 communication 的program 有時候 剛剛寫到 我call function 那些東西 就是loss data 為什麼呢 其實你 有時候就要考慮 那你剛才應該把某些東西 不要被call 你call一百次 你才會失去program 裡面 想一想辦法 OK 那 Experc 5.5 System Tick 會用System Tick System Tick System Tick 是一個很簡單的timers 24bit 它只可以count the clock 那你就 你會選一個source Enable 放一個reload register 讓那個counter自己走 counter走到overflow 的時候就會 System Tick 就會亮 我們就會設定 System Tick 在10ms 如果設定 10ms 那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的系統 反應時間 是少於10ms 你可以cam自己 是一個viewtime system 在商業上的product 來說 這一頁想說 System Tick 其實會跟System Tick 有關的 那關是1除8 其實 很嚴格來說 它是會有alignment的問題 那 你不做到最盡 其實是不會看到 那個問題的影響 System Tick 就是要設定 Value 以及設定 Enable 很簡單 那 剛才我講的 Handler 裡面 As Simple as Possible 現在我們怎樣 用System Tick 那Handler 你見到我只做了一件事 就是把counter加1 那個heartbeat 心跳加1 就是這麼簡單 那這個呢 就是最 最小 就是 總之 這個 它每次發生 我就只把counter加1 這個已經是最簡單的部分 那 那 那 不是很critical的東西 就搬去Main 那裏 這個Value 其實在Main 現在我就會變成 他只要大過11 那我就會做其他事 我不會用Eco11 用大過11 因為有機會 真的不幸運 你miss了一個之後 你就 你就糟了 所以你就應該用大過 那 現在 Compare 那 因為我用那個heartbeat 用心跳 那裏 那其實我就可以 很多個task 都是refer 那個心跳 那個counter 那 那現在 我當我有五個task 你看到我特意 設定的數字 是一些質素 那如果你想著 用L CMHCF 去解決這些問題 你不用計 了 永遠 31 下一次 下一個是多少 三十七 三十九 那你不用計 你用LCM 那些 那如果用了sys take 即我用一個task 我可以做很多很多個task 全部 independent 那個resolution 只是去到 我設定這個task 10 ms 因爲 如果設定了task 你便可以 回轉 考慮一下 那個 overhead 那你便可以做一個 很簡單的task 做到 做到multi task 效果 好 那這頁呢 就想說 如果你用一個 Variable 是Google Variable 那你會在 很多個一個地方出現的時候 其他地方 你就要加個字 Extern 如果不是 他就會 雖然叫做 Task 1 Habit 但是他會在 其實會有兩個 Variable 在不同的file 你加了Extern 之後 留一個 沒有Extern 他就會在 那個file 那裏 原本的sys take 就是做multi task 但是這個 牽涉到寫 OS 那個做法 不可能 在lab 那裏 那裏 去到 這裏 過了 lab file 之後 不要再用delay 就是錯的 embedded system 用delay 5.6 我們會用pwm pulse with modulation 這樣控制LED 什麼叫pwm pulse with modulation 以前是用來做Modulation 現在是用來控制 power multi modulation 通常會說multi modulation 什麼叫multi modulation 就是這裏 1 出1 這裏就是multi 出0 就是brake 這裏是有power 有energy OK 那你控制不同的area 出1的大小 就控制到不同的power 所以我用來控制 multi modulation 我們就會說 multi modulation 用multi modulation 去表達 multi modulation 那 Square rate 50 50 就是1對1 就是50% 如果 Duty cycle 90% 100% 就是存著 那 pwm 這裏就給你 pwm init program init 之後 這次我們不會用 這個 製造的 interrupt 我們只是用 counter的數字 去控制 output 的部分 那 這裏給這個 program 100hz 為何會搞到 100hz 你改到 150 另外 就給了一個 program 在這個 Main 裏面 裏面 做些什麼呢 就寫完這個 program 走出來自己看 他對 DS0有什麼 結果 就比較一下 這個 program 發生什麼事 那 現在 這個 一個 Timer 可以做到四個channel 它Default 我們現在 嘗試玩 remap remap 一個 一個 Timer 有四個channel 可以控制 四個 device 我們會用 一顆 3色LED RGB 即是控制 3個LED 4個channel 用3個channel 控制 3個LED 每一個 數字 可以設定256個 所以 其實 這顆 可以組合到 1600萬個 顏色 給了一個 零件 LED 最重要 知道哪條 是關 關 3個 就插到PC678 哪個插到哪個 其實不重要 插完 你就改 改號 關 最重要 最重要 要知道PC678 在哪 和關 在哪 OK 記得 remap 三隻腳 出來 我們想玩的是 3個channel 控制 LED 出不同顏色 PoSG4 我們想出 紅色 黃色 綠色 紫藍色 青藍色 紫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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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 PoSG5 紅色 轉黑色 中間是白色 所以外面是黑色 紅色轉黑色 就是關掉 紅色 出黃色 出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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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沒問題 沒問題 就完了